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冷战情事 我是宇童 今天是2024年4月9日 波音飞机又又又出事了 当地时间7日上午7点 西南航空一架由丹佛飞往休斯顿的波音737-800型客机 3695班次 机上载有135名乘客与6名机组人员 不料飞行途中发生引擎上方可拆除的金属罩自行飞拖 影片可见整片金属罩被狂风掀起 像纸片一样松脱摆动 内部涡轮几乎暴露在外 索性机组人员发现后第一时间通报 原机掉头返回丹佛国际机场 并在25分钟后的8点14分顺利降落 天哪 现在还有谁敢坐波音飞机吗 前段时间还有这么个故事 一名家住西雅图的美国人皮尔森 预定了一张从西雅图飞往新泽西的机票 直飞航班的是阿拉斯加航空 皮尔森在官网买机票时 反复确认了自己搭买的航班 不是波音737 MAX 最后才付钱买票 他心里有种执念 打死不做波音737 MAX 只要不是这个机型 做啥都行 正想安顿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 皮尔森不经意撇见座位后面口袋里的应急卡 上面赫然写着 这是一架波音737 MAX 皮尔森和出了电一样 马力起身 准备下飞机 而这时所有乘客都已经登机完毕 空姐正在关闭前舱门了 看见皮尔森想下飞机 空姐好奇询问 出了什么事情 皮尔森没有解释 只说了一句 我不能续说 但我不想做波音737 MAX 我要下飞机 空姐看出了他的顾虑 但又劝不住 忍不住说了一句 你对这个机型了解又有多少 皮尔森还是坚持下了飞机 空姐不知道的是 皮尔森确实对波音737 MAX这个机型有了深入了解 皮尔森曾经是一名美国海军 服役超过30年 在军中担任过队指挥官等领导职务 之后进入波音公司 一待就是10年 其中有3年在华盛顿伦敦工厂担任生产飞机的高级经理 说来可笑 波音已经快进到了自己人都怕的年代了 不是波音我不做 曾是波音这家飞机制造商长期以来珍视的口号 现在这句话怕是要反过来了 所谓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故事还得从波音的掌门人最高管理层说起 对波音这样一个庞大集团而言 靠谱的掌门人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回顾波音的历史 以及历任CEO的丰功伪迹 就会发现 波音沦落到这般田地 并非一处而就 而是在历任掌舵人的带领下 逐渐偏航 最终触交 波音最辉煌的时刻 莫过于完成了对老对手麦道的并购 1997年8月 麦道公司被并入波音公司 这场由波音CEO康迪特主持的 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航空并购行动 让波音成为了世界最大航空制造商 是民用航空市场无可争议的第一 完成并购后 康迪特在管理层引入大量原麦道高管 包括前麦道CEO 斯通西佛 以斯通西佛为首的麦道管理层 在进入波音的管理层之后 波音的目标从造最好的飞机 变成了为股东创造最大利润 完全破坏了波音曾经引以为傲的工程师文化 变成了利益主导 这毫无疑问引起了老波音员工的强烈不满 面对来自工程和技术部门的不满声音 康迪特做了一个大动作 将波音总部从西雅图搬迁到芝加哥 用1800公里的距离来使他远离西雅图工厂的杂音 西雅图有兰顿工厂与艾弗莱特工厂 可以说是波音的龙心之地 波音在西雅图80余年 使当地聚拢了大量航空与工程人才 与当地政府也保持密切合作 正因如此 康迪特的总部搬迁行动一直秘密进行 此前一直被蒙在鼓里的西雅图市长 在波音宣布总部搬迁后才得知此事 他立即打电话给波音 这么大的事怎么就不先打声招呼呢 波音总部搬迁到芝加哥之后 总部远离生产部门 无疑代表着康迪特领导下的波音 将更侧重金融与利润 而非生产与技术 漫长的距离让他们有足够的理由 对技术部门反映的问题充耳不闻 从而专注于报表和利润 但由此导致的结果 就是管理层与生产核心脱节 2003年 波音爆发空军加油机军购合同丑闻 波音向空军采购人员许诺提供肥差 以获得空军价值250亿美元的加油机合同 此事败露引发轩然大波 康迪特为此引咎辞职 于2003年卸任波音CEO 波音并购麦道后 麦道高管占据了波音管理层的半壁江山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斯通西佛 在康迪特因军购丑闻引咎辞职后 前麦道CEO斯通西佛临为受命 成为波音新任掌门人 从一个败军之将 摇身一变成了圣者统帅 早在1994年 斯通西佛就任麦道CEO之后 立即采取了一系列讨好股东的行动 导致麦道研发经费被砍了60% 这给本来就经营状况不佳的卖道 又一沉重一击 导致最终被波音收购 讨好股东 削减成本 增加利润的作风 也被斯通西佛带到了波音 并带来了一系列难以挽回的后果 斯通西佛的目标很明确 将包袱都甩出去 只保留设计和总装的主业 通过将大量生产流程 交给供应商实现降本增效 由此导致的结果 就是他任内所启动的 波音七八七梦幻飞机项目 是波音有史以来 使用外包最多的一架飞机 当然股东并不在意 这些生产和设计上的问题 他们对漂亮的报表 高昂的利润 丰厚的分红 以及不断上升的股价 非常满意 后来斯通西佛 由于与波音女高管的性丑闻 而被董事会要求辞职 而他原配夫人 也和他离婚 可谓是人才两空 晚节不保 当董事会光束开除斯通西佛后 他们也面临着 谁来接任CEO的问题 一场继业者之战 在波音内部爆发 波音员工非常期待 工程师出身的穆拉利 能成为CEO 因为穆拉利是个完全符合 老波音工程师文化的人选 在波音员工看来 穆拉利成为CEO 一定程度上能对来自卖道的管理层的虾脚进行拨乱反正 让波音重回正轨 但很明显 董事会考虑更多的是利润 报表以及形象 他们最终选择了投资者更喜欢的迈克纳尼出任CEO 迈克纳尼执掌波音后 记起了他在通用电器时 从维尔奇那里学到的那一套 将财务绩效放在所谓 甚至在787的研发过程中 波音公司还大量采用外包与联合研发的模式 由外包供应商先期承担研发成本 除了大量外包 迈克纳尼还将屠刀指向了波音员工 2008年的那场持续57天 约27000名波音员工参与的大罢工的原因 正是波音员工不满迈克纳尼大刀阔斧的削减员工福利 并将大量工作进行外包 正是这是波音30年以来规模最大的罢工 使得迈克纳尼下定决心 要在南卡罗来纳州建立波音北查尔斯顿工厂 及臭名昭著的独虫工厂 当地时间3月9日 公开质疑波音公司生产线存在问题的吹哨人 约翰·巴尼特 被发现死于地下停车库里自己的车内 62岁的巴尼特 曾是波音公司的资深员工 为这家企业工作了32年 直到2017年退休 从2010年开始 巴尼特就在北查尔斯顿工厂 担任质量经理 参与建造787梦幻客机 巴尼特指控波音公司生产过程的很多问题 比如波音787氧气系统存在严重缺陷 导致需要氧气面罩的时候会发现没有氧气 另外他还指出波音在飞机组装的过程中 居然从废品库直接拿零件出来安装到飞机上 对波音公司的生产标准和安全方面的担忧 促使巴尼特在针对波音公司的诉讼中充满了吹哨人的角色 当然波音完全否认了巴尼特的质疑 其实早在2014年3月 半岛电视台著名记者Will Jordan就曾经采访过另一位波音公司的立名吹哨人 而这位神秘的中年人也是波音北查尔斯顿工厂的员工 甚至或许就是巴特尼本人也未曾可知 在确保安全之后 中年人开始讲述他了解的波音工厂重重黑幕 流水线上的工人是最大的问题 他们没有受过教育 没有经过训练 对组装飞机的安全性毫不关心 他坦承自己爆料的初衷 我知道的一切让我苦不堪言 一架波音飞机上有300条生命 他们的命比我重要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发生在后面 一名工人向线上人描述了波音车间普遍的吸毒现象 可卡因、大麻和止痛片 甚至只要提前下订单 就能够在工厂里买到毒品 而波音从来没有组织工人进行过要减 较差的工人数字 松散的管理 以及紧张的工期 导致整个生产过程充满漏洞 半岛电视台的纪录片于2014年9月播出 但并没有引起世人足够的重视 直到4年后的2018年10月29日 搭载着189名旅客的印尼诗航波音737客机 在起飞后13分钟左右 一头栽向大海坠毁 5个月后 另一架一索比亚航空波音737客机 在起飞后不久 以9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从5000英尺的高空向下俯冲 几乎是40度角直插地面 157人死亡 事实上在麦克纳尼领导下 对波音伤害最大的 当属波音737 MAX项目 当空八公布的A320-6 在数据上全面压倒波音737时 麦克纳尼没有选择开发新机型 而是在原有737-NG机组上 推出换装新发动机的 波音737 MAX与A320-6竞争 并向客户承诺 有737飞行员不用进行训练 就能改飞737 MAX 但随后737 MAX的MCAC系统缺陷 以及波音质量管理系统的全面崩塌 对波音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到了2024年 时间才过了四分之一 波音在全球已经出现了12次事故 迫于压力 3月25日 波音总裁兼CEO卡尔霍恩宣布 将在2024年末前辞职 应该说在他的任内 737 MAX恢复了全球飞行 成功获得几个大订单 也一定程度上消除了737 MAX丑闻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波音的股价从最低点的98美元 恢复到267美元 可以说卡尔霍恩这个工作 已经干得很出色了 但同晚清李鸿章一样 卡尔霍恩这个表壶将 再怎么努力 表壶也只能让波音的表面变得光鲜 但其内力早已腐朽不堪 2024年1月5日 阿拉斯加航空1282航班的737 MAX9 窗门飞出后留下了窟窿 卡尔霍恩这次再也无法表壶了 目前波音还在选择新的CEO 包括以下几个热门人选 曾经的波音副总 与国防部副部长萨纳汉 现任通用电器CEO卡尔普 现任美国航空董事长史密斯 从其履历不难看出 这些人全都是华尔街喜欢的职业经理人 但他们真能从根本上解决波音的问题吗 好的 今天的新冷战情是 台海风云节目就到这里了 你有什么看法和需要补充的 欢迎给我们留言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请订阅频道 这样就不会错过 我们的其他精彩节目了 再会